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气这么热 我们是到了东京吗 不 师傅 这里是火焰山 这火焰山唐年高温 比东京热更甚啊 师傅 要不咱回去吧 师傅 二十雄说的对呀 我玄奘大师一路西行 遇到了不是黑熊精 就是黄蜂怪 连一个女妖精的影子我都没见着啊 现在要我回去 你是逼我念锦箍照啊 师傅 师傅 别生气 我 我 我来想办法 师傅 抓我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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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 就是力量 读书 才有希望 所以 每次悟空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他都必然会 师傅 师傅 书上说这附近有个铁山公主 热扇子 你等等 直接伤火就灭了 你刚才说有个公主 快带我去啊 时尚说 说说说说你妹 快带我去啊 师父 你们在圈里不要动 小空空去去就回 关键时刻 还得是悟空密码当先 每次他一生气 就会举气棒棒 一无反顾的砸过去 你看他生气了 真的生气了 他咋了 咋了 诶 诶 早上 把芭蕉扇 借小空空你用了 谁在说话 早上 是我啊 小空空 牛魔王的结伴兄弟 你在哪 在你肚子里 这一边也能变大吗 可以啊 能一起变大吗 你先把扇子借我 早上别生气嘛 你坑了我儿子红孩儿 这回又提那个父亲汉 滚 悟空扇子借的并不顺利 山洞麦的三人 恐怕此时正在焦急的等待 两分 三分 师傅都竖成这样 不能让师傅叫一把吗 师傅说的对 嗯 大师兄借到了吗 那铁扇公主不讲情义 出圣子呀 非 大师兄说的对呀 管 炸他呀 炸他呀 大牛 哟 贤弟 炸 都到家门口了 咋不进来坐坐 我本想找你媳妇 见扇子拥有 但他下手太狠了 哎 这臭婆娘好大的胆子啊 走 看大哥怎么教训他 快出牌呀 你看看 求人办事就得找对人呢 很明显 这牛家 牛魔王才是护主嘛 刚才是谁 欺负我贤弟呀 你给我跪下 八蛋 你还知道回来 这猴子坑咱们孩子了 你还帮他说话 嫂嫂 我给你儿子安排个公务员的职务 你还不乐意 臭猴子 你给我闭嘴 嫂嫂 你别太过分 有些事 还需要我受破吗 别扯没用 你家宝宝长得哪里 像我家大哥 爸妈 I'm back 哟我的宝贝 这么长时间没回家 长得跟你爸呀 还是一毛一样 铁扇小工具 请你告诉我 跟他们哪一样啦 根本就是一毛都不一样嘛 聊聊天机 我们好久没有一起拍照了 究竟是谁 把我生得如此天生丽质 究竟是谁 把我生得如此呆萌可爱 究竟是谁 嫂嫂 悟空凭借着机智的猴脑 终于借到了芭蕉扇 石头四人继续细行 悟空 咱们经历多少难了 师傅 八十难 哦 还差一难 咱们就能取得真经了 师傅你说得对啊 大师兄 俺老猪饿了 快去 快去化缘吧 快去啊 师傅我累了 快去啊 你妈被写 啊 被写 你 孙大师 您找我何事啊 帮个忙去绑架我师傅 我们取经就差一难了 这我前八十难出现过了 你真以为谁能记得你啊 这 去还是不去 我 回答我 去还是不去 去 头发来了 师傅 小心 有妖怪 来 师傅 我来报告你 哎 等老师最后一难意中的 咱们一定要认真对待 嘿嘿 来来来 快给我快给我 师傅你说得对 嘿嘿嘿 拿你来 哈 哈 哈 别这么害羞 没看为师再补妆嘛 小文给逃了 等会儿啊 师傅 八十一难凑齐了 二十九说得对啊 哼哼 悟空 你们跟我扯犊子呢吧 滚姨菩萨 为何出言 滚犊子 你们牛逼啊 都知道找托儿了 托儿 你问我猴子 那金角是不是找的群眼 八十一难 你们从头来一次吧 好 饶命啊 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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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饶命啊 唐僧仕途四人在最后一刻 做了个重要且错误的决定 他们不得不重新踏上征程 等待他们的将是 重新来过的八十一难 哦 这书上说 出什么来着 说忘了 哈哈哈哈 饭来了 师傅 小心 有药怪 哈哈哈哈哈哈 哦 饭来了 来吃我呀 来吃我 来吃 你等我前面啊 哈哈哈哈 啊 都到家门口了 咋不进来坐坐